哈喽,大家好,我们是1987的韩老师和莲老师 今天拍的这堂课程呢,主要是来讲我们的看展如何去拍摄 好,首先我们来到了第一个想要拍摄的场景 好,到达第一个拍摄场景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以正面的造型为主啊 来,大家来看一下啊 因为今天我们第一个场景的整体的布局呢 它会比较,结构感比较强,有圆的,长方的,三角形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我们的在这个镜物里面展示的这一位同学呢 需要把我们的动作要放得更加的自然一些 可以在这个场景中我们进行旋转身体 那么我们的构图呢,需要将我们的人在我们的中间的下方两格去构图 进行去抓拍 好,那当它在旋转的时候 我们可以拍一些正面,侧面,背面 好,包括它在转圈的时候 它的眼神的一个角度啊,也是看的不同的 比如说可以往下看,或者是往侧方,远方 啊,或者是可以看向我们打灯的方向去看 好,这个是以我们的站姿的结构来进行去抓拍一些好看的一些造型 好,第二个 那当我们的场景里面有一些座椅或者是一些靠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选择去利用现场的一些物体进行去靠或者是我们的坐姿 好,首先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双脚向前去延伸 好,做出一些简单的造型结构 好,第二个,我们的身体可以微微的和我们的身体前方的道具进行去互动 好,把我们的手可以轻轻的搭上 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构图 选择构图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右下方的四个角度啊,去构图 好,构完全身的照片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来一个静静的半身的造型 啊,半身的造型 好,那当我们构图完我们的坐姿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干嘛 好,向后,身体向后轻轻的靠 啊,把我们的脚向前去延伸 角度做到 好,那我的这个时候呢 我的肌位要进行去调整 啊,肌位要调整到我的侧 啊,和我们的人侧身的一个角度去构图 好,那当我们在拍摄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啊,以看向镜头或者是看向脚尖 啊,或者是和我们身边的一些球进行去一个接触 啊,好 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再进行取一些静静的一些角度啊 好,身体向后倾斜 啊,好,从向后走啊,开始取静 好,往后 向下看,向我们的肩后方 好,轻轻的去转头 好,第二个我们坐直 人坐直了之后我们可以取一些躁紧啊 一半的角度 好,第三个 身体往前靠 好,取到我们的腰线和我们的膝盖平起的位置 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场景啊 场景能够带动的啊 我们可以取到一定的角度 OK 好,以上是我们的第一个啊,场景需要打卡的地方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继续往下走 既然在我们的看展中心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很大的墨偶 我可以让我们进行去和他合影互动 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一个小兔子的墨偶前方 好,首先老师先来讲一下啊 我们可以站的角度啊 站在我们的墨偶的左前方或者是右前方 那大家要看一下墨偶的身体的哪一侧会更加的简单大方 那我们的人就可以去填空在这个位置上 那我们可以进行去安静的去站在他的前方去和他有一个接触合影 好,第二个我们可以和他的身上的一些辅助的一些道具可以进行去互动 啊,比如说他的左手上面抱的花 啊,我们可以和花进行去互动 啊,我们还可以轻轻的去拿出一只花来 然后进行去和他去啊,比对的去做造型 啊,可以靠近他 或者是我们可以背靠着他 啊,对,背靠着他 啊,再或者是我们可以面对着他啊 啊,进行去做一些啊 比如说我可以把花啊 擦在他的手捧花的里面的一些场景的造型 好,第二个我们可以围绕着他的颈部的一个蝴蝶结 开始进行互动啊,我们可以手牵引着他啊 啊,可以牵扯着他啊 啊,可以做一些勾脚的一些可爱造型啊 啊,动用我们的肩膀和我们的身体的角度 然后再变化一下,小小的变化一下我们的脚位造型啊 啊,进行正面,侧面,还有我们的背面啊 啊,比如说我可以和他进行一个三面的一个身体的接触造型 好,那我们在他的前方做完的造型之后呢 我们可以回到他的啊,身体的正侧面啊 正侧面去造造型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削弱一些我们的人的自身的一些啊 啊,结构 好,我们只可以啊,正面或者侧面去轻轻的去靠近他 这个时候需要大家记住的是什么 我们人和墨偶的距离尽量不要拉开太大 啊,如果分开太远的话呢 会让我们在镜头里面显得我和墨偶的角度 啊,整个的结构占用的我们的镜头结构会太过于夸张 好,在下面啊,我们可以除了正面展示完之后 我们还可以给墨偶一个正侧面的一个角度 就是墨偶是正面对镜头 啊,那么墨偶是正前方对着镜头 我们的人就可以展示侧面的角度 好,啊,侧面的角度的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去靠近他 啊,或者是啊,我们可以假装和他手拉手的效果 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表情啊 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可以和他在讲话呀 或者是在互动啊,一些牵引的一些角度 OK,好,那除了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什么 可以和他有一个拥抱的感觉啊 可以和他有拥抱的感觉啊 比较喜欢他 可以和他轻轻的感觉啊 非常非常的亲近 好,那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全身可构图 可拍照的一些角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走近 好,我们可以取我们的人和墨偶的半身的结构 这个时候需要一些更加的细节的一些造型啊 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肢体做得更加的有结构感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去和我们的小兔子进行一个身体的互动啊 头去靠 好,肩膀去靠 好,手去搭 嗯,好,臀部去靠 人往前倾 OK 好,那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去怎么样 去轻轻的去捧一下小兔子的脸 做一些很俏皮的可爱的动作 我们可以闭眼啊 我们可以看向小兔子啊 好,我们可以帮他整理一下蝴蝶结 好,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近距离进行去做造型去展示的啊 OK 好,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和木偶的一些结合造型如何去展示 好 好,下面我们来到了第三个 然后看展中心 我们来先从镜头外面先走进我们的画像里面去 然后能够确保我们的整体在我们的镜头里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给他一些背影的照片 然后构图够到我们的右下方的这个四格的中间的这一条十字线上面啊 进行一个拍照啊 好,可以将我们的头微微的转向镜头 好,撩一下头发啊 低一下头 OK,很好 好,那我们可以看向我们的图片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扔镜头机位可以紧跟着上去 我们来可以够一个半身的构图啊 好,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可以微微的向前 向右前方倾斜 好,人可以轻轻的缓慢的移动 好 OK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再看向画像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把人的半身结构可以做出来 肩膀可以微微的旋转 好 看向画面 OK 好 然后来我们进行去做一些比较偏微正面的一些造型啊 因为我们在看展的现场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整齐化 而且会有一些意境感的 那我们需要拍的是一些现场的一些空洞的感觉啊 那人的正面不一定是主背景主要的场景 那我们可以将以我们墙上的啊画为主题 然后人呢可以尽量拍一些后侧方啊 或者是我们的正侧方啊 正后方 好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构图去拍摄的一个场景 好 可以轻轻的撩一下裙子啊 好 那我们构图的位置可以有 以我们的九宫阁的右下方的两格 然后人物偏小 那我们的墙上的图片偏大 好 第二个 我们可以以我们的中间的这一两格啊 中间的下 偏下面两格 我们可以去拍一些人的侧面的一些角度去迎合 OK 好 那我们如果拍到我们的整个的大场景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人的构图放在我们的左下方的两格去进行去构图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在现场去看整个画展的一个构图的一个要求 包括我们的造型的讲究 那其实我们的造型是非常简单的啊 比我们正常的造型知识去学习的过程中 这个看展造型是更加简单 只需要做到什么呢 挺胸 收腹 把腰立直 好 这个时候我们动用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头部的结构啊 当我们去看向画的时候 我们的头尽量要放平 平平的静静的安安静静的看向画面 好 还可以将我们的头转向侧面 看向远方 有意境感的 好 第三个还可以看向 当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可以低头思索 在思考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看想一下 刚刚我们看了这个画的整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概的能够了解 能够感觉出来整个人在思索的过程中 好 那以上是我们看画展的一些造型姿势的一些小要求 希望大家能够深刻的去理解到 好 那今天我们的第三个看展的场景 我们就到这里了 来让我们看看成片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